你有听过能让人羡慕的病吗 这可不是简单的感冒发烧 但却能够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或者永远不长胖 别不信 今天我们来盘点9个会让人羡慕的病 如果让你选 你会想要第几个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脑洞科普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1.脂肪代谢障碍 脂肪代谢障碍也叫做脂肪重新分布 简单来说呢 患有这种病的人 他们体内的脂肪会像流汗一样 从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流出 比如说胳膊 腿 脸 屁股等等 吃什么都不长肉 怎么吃它都不会胖 这简直就是减肥人眼里 卡bug一般的存在了 但是这个bug能不能卡好 也是凭运气 因为脂肪代谢障碍 有两种发展方向 刚刚说的是脂肪流失 还有一种情况是脂肪堆积 也就是过度肥胖 这种患者会比常人更容易长肉 吃同样多的食物 别人可能长一斤 他得长两到三斤 二 先天性无痛症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这种疾病的患者 从出生后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不过这种人才数量极少 全球先天性无痛病患者 只有40来人 并且因为天生感受不到疼痛 这些患者对危险 不会有感知 也不会有害怕的想法 很容易自残 果然 凡事都是一把双刃剑 三 脚趾结实症 这种病比无痛症更加罕见 一名叫做西蒂的23岁 马来西亚女生就得了这种病 她的脚趾在下面 会长出一颗颗珊瑚状的晶石 在她睡觉的时候排出 因为这种情况太过罕见 甚至有人不远万里去西蒂家中 出高价买 从她的脚趾里排出的晶石 西蒂说 在晶石排出前 她会有牙疼和呕吐的症状 因为她感觉到备受折磨 希望病症快点治疗痊愈 如果让你选择上班和牙疼呕吐 你会选择哪个 四 学者综合症 学者综合症 患者也叫做自闭学者 指的是患者有认知方面的障碍 但是在某种艺术或者学术方面 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 比如说对色彩 音乐 记忆等方面 他们比平常人更加敏感 更能够做出成绩 但是并不是说 所有的自闭症患者 都在某一方面能力超群 自闭症患者中只有10%左右的 是学者综合症 他们也被称作白痴天才 五 超义症 超义症一定是 所有还在学海苦学的学生们 都想得到的一种病了 一个月前你吃过什么还记得吗 五年前你去过哪些地方 还有印象吗 孩童时期的事情 你能记起来多少 可能有朋友会说 我都记得 甚至我还记得 我两岁时发生过的事 但即便到了这个程度 都不能称为超义症 因为超义症患者的能力 比这个还要恐怖 他们能记得每一天 每一个时间段 发生的任何事情 甚至任何细节 并且能够详细叙述当时的情况 像一台行走的计算机 一直在存档 现实中的摄影机 无限内存 不会忘记任何事情 所以说当你患上超义症 百分之九十九的天赋 加上你自己百分之一的努力 只能说清华北大 也是首到前来了 五透视 没错 这也是真实存在的 且可能是一种病的能力 俄罗斯女孩 纳塔莎焦姆基纳 是世界上首个公开 自己眼睛有透视功能的人 她的透视特异功能 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十岁时 因为蓝尾炎手术 粗心的医生 将消毒纱布 移忘在她体内 她不得不接受二次手术 在两次手术结束之后 她发现她具备了透视的功能 能透过衣物 皮肤 看到我们常人 看不到的东西 这一能力不是天生 大家应该懂得都懂了 七 双结症 睫毛浓密会让眼睛 看起来放大一倍 炯炯有神 这应该是很多女生 都知道的事情 但想实现这一目的 除了贴假睫毛 也只能去中睫毛 可有一种人 她们上下睫毛 都不止单单长一层 而是两层睫毛 甚至三层 多出来的睫毛 叫做负睫毛 一般会有三到二十来根 别看数量不多 分布在眼睛周围 足以让你的眼睛 比别人更吸睛了 八 红膜异色症 也就是说 两只眼睛呈现出不同颜色 通俗来说就是一同 红膜异色症 大多与遗传因素有关 所以说 没有基因遗传 我们是羡慕不来的 这个病症 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不会影响患者的视力 或者导致其他的病发症 就是看起来 会让你和别人不一样 有些著名的人物 他们都是一同 比如说 英国摇滚歌手 大卫鲍博 他们就是 左眼黄褐色 右眼是蓝色 还有好莱坞女星 凯特波茨沃斯 她的左眼是蓝色 右眼是琥珀色 九 四色视觉症 据说这是艺术家 最想得到的精神病 大部分的人类 拥有三种视锥细胞 主要负责感知 红绿蓝三种光 而四色视觉症患者 他们有四种视锥细胞 感知到的颜色 比我们多得很 通俗一点理解 就是他们眼里的世界 像个万花筒 首课被确诊 四色视觉症的女性 康萨塔 她眼里的一杯水 不是透明的颜色 而是看起来 有五光十色的绚烂 所以说 患有四色视觉症的人 比我们能感知到 更多世界的美丽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